字幕君 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失態要財財競材開示感浪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來自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遠謝先生在旁邊 Harry早安 早安 看看今天情況 恒指高開167點 最新升118點 報21522點 成交金額暫時有28億 國企指數高開73點 最新升64點 去到9580點 期指方面 暫時還在21484點 升37點 低稅59點 成交量5000多張 立即和大家跟進歐美股市方面的情況 好的 我們看到美股之後 三大股市都是全線向好的 主要受到企業季度的業績理想所帶動 杜瓊斯攻略平均指數 最多回升109點 升至15481點 收市升幅收窄到72點 報在15445點 升幅有0.5% 另外 標準普2500指數上升13點 收市收報在1755點 升幅有0.8% 輝瑞方面被調高投資評級 股價升2.8% 是支持標普500指數上升的主要動力 另外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升34點 收報在4031點 升幅有0.9% 歐洲股市方面各別發展 倫敦富士100指數下跌16點 收報在6449點 法國法蘭克福DEX指數下跌58點 收報9127點 巴黎CAT指數上升9.7點 上升9點 收報在4117點 我們看看油價方面的情況 紐約旗油上升 主要在市場預期 原油庫存量將會減少 加上美國的航冷天氣將會帶動取暖的原油需求上升 紐約旗油一度升過去1.28美元 旗後收窄升幅 收市收報煤桶在97.19美元 上升76美元 另外倫敦布蘭特旗油下跌 市場憂慮新興市場前景 布蘭特旗油跌至3個月收市最低位 收報在煤桶105.78美元 下跌26美元 金市方面的情況 金價上日升1%後回落 主要受到美股回穩和美元上升所影響 市場避險情緒降溫 紐約旗油收市收報每盎司1,251.2美元 下跌8.7美元 跌幅有0.7% 現貨金報價是1,253美元 下跌4.01美元 跌幅有0.3% Harrie,我們看看美股方面的技術走勢 似乎有回穩 前天看到有急跌 加上港股方面 馬年代表交易 不太好 亦有黑盤的情況 跌成六百多點 問一下美股方面的情況 今晚有多間的業績 公佈了 例如UBS稅銀公佈了業績 都是流規為盈的情況 都是因為一些一次性的項目所引致 如何看回業績所帶動 尤其是昨晚那些 美股大體上 昨晚的反彈主要受於幾個因素 是經濟數據 另一方面 有些企業業績 都做得挺漂亮的 如果看回不同的企業業績 我們看到特別移動得比較厲害的 就是有百姓集團 以及JCPenney 另外方面 剛才Janet所提到的 例如UBS 甚至英國BP方面 都開始看到有一些業績出來了 但在上面來說 市場的驚喜度 不是太足夠 但如果你說 以本身 美股跌了這麼多日後 如果計算一月至今 大部分指數的表現來說 都跌超過3-6% 如果計算三大指數的表現 這個跌勢來說 亦都是有少少令市場意外 本身 先前如果說 如果拉闊一點去看 美國聯儲局減債 減買債的動作 其實原先不同的投資者 亦都是認為 聯儲局已經覺得確立了 美國經濟已經有個穩步復甦 所以也看到 進行削減買債的一個措施 其實 短暫性來說 對於美股來說 依然有個支持力度在回到 亦都見到投資者 對於市場 或者是未來的經濟表現 都是看得比較正面一點 但現時來說 跌了這麼多日 雖然說說昨晚美股有一個 反彈也好 我也會覺得 現階段來說 投資者看美股 可能要謹慎一點 因為 現在整個市場的焦點 可能除了三大指數之外 其實資加方面的 VIX指數 反而變了焦點 因為急跌急升的情況 會扯高了整個 所謂的恐慌指數 如果你看回不同的業績表現當中 我都會覺得 本身 特別是 收回幾個去說 如果你說UBS的情況 剛才Jana有說到 是一些一次性的措施 一次性的 受惠的 一些特別性項目 令到業績 都依然是勝於預期 但如果你看回 UBS自己本身的經營狀況來說 其實以現階段來說 都依然是一個重組的階段 對於他們的 iBank的部門 剛剛那年 都依然有一個 不錯的增長 但現階段來說 對於這隻股份來說 市場比喻的評價上 都是比較中性偏淡 如果你說看回本身 另外一份業績 大家都可能會 在新聞裏面看到 就是先前所發佈的業績 其實是昨天已經發佈的 YUMBRANDS 即是百姓集團 其實百姓集團來說 大家都經常會聽到 這個品牌 其實如果你說旗下的品牌 大家在香港就經常見到 有肯德基、皮薩克 甚至是經營美國的 墨西哥的快餐連鎖店 Taco Bell 這些比較大規模的 快餐連鎖店的品牌 他們本身的盈利 也是勝於市場預期 其實 如果你說計個增幅來說 跑人埋麥當勞的表現 所以 你見到股份的表現之後 其實 在股價上 都有幾明顯的上升動力 反觀 抽到另一隻 因為太多股份 抽到另一隻 做得一般的 就有JCPenney 他們的銅店銷售 游落了扶數 股價表現 真的做得比較差一點 暫時傳統百貨館 無論甚麼事 JCPenney 這些股份來說 其實都是走一個 比較 走低的格局 如果你說 看整個零售市道來說 做開傳統的商鋪 例如Best Buy 或是這類別的百貨股 同店銷售表現 或是本身的發展範疇上 如果他們不大力發展 網上業務的話 恐慌 業績 或是股價 偉然走低 始終美國的 競爭市道來說 都跟中國一樣 其實他們都會走在 網上的發展 暫時看回大堆業績 其實一部份是比較參差一點 對於美股的表現來說 我反而覺得 經濟數據那方面 是大動的 明白 昨晚來說 都看到聯儲局官員 對美國的經濟增長預期 有一兩位比較悲觀一點 看到大約2%左右 是聯儲局12月初 他們預測2.2至3.3% 這個增長範圍的下限 來自 理事務聯邦 儲備銀行的總裁 Mr.Lacker 他也說到 預期 今年的經濟增長 略高於2%左右 大家經常都說 美股一定要看 就業市場 失業率 以及就業數字方面的情況 會否都想問你 近來市況又這麼波動 會否在這方面 市況的波動性 都會影響到近來的就業市場 如果說到就業報告 或是聯儲局官員的一些說話 其實投資者看上去 都頗無所適從 你講開Lacker那方面 其實洛克那方面的言論 就不太看得好 即是美國的經濟表現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見到 埃文斯 Evans 即是芝加哥的聯儲總裁 其實他又會說了另外一些 範疇的一些看法 譬如說他都覺得 接下來的低息率 其實仍然都會維持到 2015年 一個就去講講經濟 大家猜一下加息的預期 這方面又說 其實那個0-0.25%的息率 會維持到2015年 暫時去看 息率方面 我看到 我自己雖然預測到 會不會說 在亞洲市場方面 其實在今年年尾開始 佈入一個加息 但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息率暫時 我看到 起碼去到2015年 才會有機會 傾一下加息 這個話題 如果你說看回 中觀一些 主要的市場焦點 昨晚的美股曾經是升過超過1% 其實 這個主要的動力來講 其實為何會減退 看到有投資者 不是這樣大舉 入市 其實看到 官網的情緒 依然都會濃厚 雖然在成交量方面 都有72億股 其實 比起平均範疇來講 其實依然高出了很多 但對比起之前的沽貨 有90多億股 很明顯 升市的成交量 沒有那麼多 觀望的 就是這三天 都有就業報告數據出來 今晚我們會看到有ADP 另外一方面 之後 通常我們星期五早上 就會分析 每週的 就業的 新生領執失業救濟金的數據 星期五當然是焦點 1月份的就業報告 非農業新生職位 不是一個失業率 暫時去看回 現階段來講 無論ADP 又或者是 每月就業報告 非農 non-farm 數據來講 都依然有18萬份的一個預期 這個數字來講 會不會受到 1月的暴風雪的影響 而令到 好像先前所發佈的數字 遠差於市場預期 其實有部份分析員 已經可能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大家儘管留意一下 就業報告一出的時候 美股無論是債息 金價 甚至是股市 都會相當波動 大家要看回 美股 其實我不敢說 現在一定會走落 還是走上 始終看回就業報告的表現 謝謝 除了就業報告 剛剛昨天來講 都有些數據申請出爐 大家參考 就是美國12月的工廠訂單 這個跌幅是小個市場預期 跌了1.5% 最主要 受到運輸設備訂單下跌9.7% 所拖累 扣除了運輸設備 12月的工廠訂單上升0.2% 連續三個月上升 另外商務部亦公佈了 12月份的耐用品訂單 修正為下跌4.2% 跌幅是少於預先公佈的4.3% 扣除了運輸項目 耐用品訂單下跌1.3% 跌幅方面亦同樣少於市場預期 似乎這個數字不錯 剛剛讀到 幾個數字來說 都不是太差 如何看回工廠訂單方面的情況 工廠訂單的跌幅比預期小 其實這個工廠訂單 大家都本身預期當中 其實都有少少悲觀 因為現在看到 之前的大跌市 中美PMI都做得不漂亮 其實看到之前的就業報告 再加上部份的地產數據 都做得不漂亮 其實對於投資者來說 是面對市況都頗矛盾 因為現階段來說 我們看到聯儲局扣減賣債的措施 亦都看到 理應應該會吸納一些新興市場的資金 回到成熟市場之中 我們亦都看到這個情況 新興市場都繼續有 部份有走資潛 但如果你說回到成熟市場 應該對美股有一定的表現 但問題是 不同的投資者的資金回來之後 又看到經濟數據做得不好 亦都看到部份的資金 就泊入金價裏面 見到金價近來有少少反彈 亦都泊入十年期國債 債息反而跌了 你會見到一個很矛盾的情況 聯儲局收水 亦都是減少買債 但債息反而跌了 對於一眾的經濟數據的影響 大家要留意 剛才就業報告方面 我已經說到 1月份或是12月份的數字 由於有極端天氣的影響 可能會扭曲了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會覺得就業報告 甚至來其他經濟數據來說 數字未必是如市場預期中那麼好 但經過了極端天氣之後 回復正常水平 看看會否保持升勢 我相信這是所謂的矛盾狀況 其實跟短暫的經濟數據 有少少反覆影響 本身就看看 未來的經濟數據 會否有回升的動力 數據方面大家要留意 始終是季節的問題 極端天氣 Harry也跟我們強調了幾次 謝謝 我們說完美股方面 剩下一點時間 跟進港股方面的情況 恆新指數 今早上高高167點 開始後升風輕微收窄 升109點 報21509點 成交金額到78億 國企指數上升50點 報9561點 Harrion 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 似乎反彈的力度 好像不足夠 昨天六百多點 下落跌下來 還要全力低位收視 暫時又如何部署 有些強勢股 似乎都要回一回 像豪島股或軟件股 其實昨天也有回復 今天來講 港股又如何部署呢 如果看強勢的股份 我按下去 大家所熱炒的豪島 或是科網 騰訊等股份 今天有個反彈 我都見到 是支撐股市的主要動力 昨天也有說過 大家搏反彈的時候 搏回這些強勢股 暫時 一些重磅的中資金融股 反彈力度都差一點 現階段來說 也是壓住了 升勢的主要原因 暫時去看看 如果指數的表現來說 昨天就穿了所有的 一些大家所看的技術大軌 包括一些 如果你說港平均線來 現指距離依然是很遠的 但如果你說看一年來的一些低位來說 都依然穿了 說的是21,500點 其實昨天一跌下去的時候 也是跌到21,300點的時候 其實反彈力度來說 今天就大家看成交量 也都見到 昨天跌得比較多的聯想 都見到有反彈 現階段來說 主要 我都要見到 恒指會有什麼時候 才有一個比較大型的反彈呢 真是看回星期五 A股開市的表現 如果A股開市 依然是收黑盤 或是 繼續有個 幾明顯的下跌 恒指恐防都會試一試 21,000這些位置 暫時去看回 支持大市的力度來說 其實就不是太過強的 始終美股的反彈力度 也都不是那麼高 剛才我們都說到 很多的外圍因素 也都是困擾著投資市場 暫時去看回 指數的變幅 希望可以升到200點 在美市的時候 暫時去看回 今早現階段的成交量 或者入市的狀況來說 就看得比較中性 向下網先看回21,000點 向上網的時候 試試看保不保得裂口 暫時來說 裂口的幅度 都非常之大 我相信 去到21,700點的時候 應該都會有些阻力 我們都麻煩了 Herry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看看是一些藍籌股 似乎是領長的 就是聯想集團 始終昨天的幅度非常顯著 今天升回3.4% 升横子報8.7% 另外第二隻 就是金沙中國 銀河娛樂 分別報在60.6.5 和73.4% 兩隻升幅都接近3% 第四位 見到騰訊 之後中聯通貨 升2% 去到10.26% 看看其他藍籌表現 我們看到匯控方面 銀河下跌1毫子報79.05元 中移動上升6毫部72.6元 中銀行升1毫部3.22元 工行升3毫部4.69元 建行升2毫部5.22元 港交所下跌4毫子 國壽升1毫部20.5元 友邦報陷升3毫部 騰訊升12.5元 去到523元的水平 金沙中國升1毫部60.65元 另外我們看看 詳實方面 下跌超過1% 去到113.6元 新地上升4毫子 九倉跌1毫 中海外跌5毫 環節地下跌1毫子 中海游升1毫 6報11.7元 中石游升5毫 中石化升3毫 昆仁良元升4毫 12.6元 中華神華升2毫 到19.44元 謝謝Harry 跟我們詳盡分析了 我們也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 回到另一個環節 就是論證Online 或者是Q&A 家庭觀眾 有問題想問 可以打電話來 我們的電話熱線 就是204-6566 或者可以給我們電郵 電郵地址 askbschannel.com 我們休息一會 回到一會 繼續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 不要走開了 我們休息一會 但我怎麼看 我真的很想看 向我們休息一下 可以在我休息一下